主席各位先進請一下鄭主委 請鄭主委 網友好 主委你好 我看到你有說台灣的金融股太便宜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因為我是回答網友他認為說 有關金融股是偏低 那我的講法是 我基本上 我的講法是 基本上 贊同他的看法 你會不會選你的替金融股炒作 所以我是用說基本上 我沒有說完全同意他 因為其實金融股去年獲利非常的好 所以我基本上贊成他的 金融股本利比多少現在 本利比其實像尤其像金控 大概也大概十五六七左右 同樣的推論 如果這樣子都可以講金融股太便宜 你也能不能再進一步深入說 台股太便宜 我其實 太便宜其實 留給市場去做 做節電好了 你都可以講金融股都不能講台股 大小眼喔 其實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基本上也是啊 是不是太便宜啊 可以做國際的比較 你這裡這裡講的嗎 你說金融股 你再給你標題這樣下嘛 嗯 證明中 點兩點 上面就認同網友意見 證明中 金融股太便宜 後面話還沒講完 台股也是如此 呃 可以同意嗎 大方向啦 可以同意啊 大方向 大方向 所以 後面 這個 這是一個 金融股太便宜 大方向 台股也如此 呃 其實這個東西可能要講更精確一點啦 因為網友認為說 金融股 價格偏低 那 我的想法是 因為去年的金融股獲利不錯 所以我是要講 大方向 贊成他的講法 啊我後面那句話你贊成嗎 加那句話 欸 你要這樣講 才 因為人家有資金到那裡去發行 他不竟然在這裡 這裡本利比這麼低 為什麼來這裡 當然就本利比高的地方啊 是 對不對 所以就是本利比偏低啊 特別你剛剛又提到了 說 我這個去年 獲利 比前年多了24% 到了1.7兆左右 對不對 1.69兆 你獲利這麼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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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我們的 股市 比較佔優勢的地方 沒有錯 我們那個 基本面是 上路上貴公司 基本面相當不錯 所以 那繼續 往上就對了 揚升方案嘛 揚升方案是希望 建構 台灣的股市啊 能夠 跟世界接軌啦 那接軌之後 其實 其實我們所了解的啦 是 這個市場要怎麼樣 就是要讓它活絡啦 對 這個與其講價不如講量啦 是 說我這樣子揚升方案推出之後 我的量可以吃雞 這個哪有把握吧 跟委員報告 其實 呃 我們 交易制度 通過跟世界接軌啦 我們工 上上公司的 公司自己做好了 那當然 我們股市會更有吸引力 好 那你 你說要鼓勵 這個基金 對不對 鼓勵政府總共有72個基金 是不是 這個 其他部位有57個財團法人 然後 你自己底下有管的15個法人 總共72個財團法人 動起來 來 買 ETF 是 為什麼這樣講 呃 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的財團法人 投資的 他的資金 幾乎都 存到銀行做存款 那利率非常低 而且銀行也常常拒絕 他們的存款 所以他們資金沒有去路 那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發現 大型的ETU 尤其是台灣的 台灣50 過去10年 過去10年的平均 高新年化報酬率 高達7.8% 7.8% 這個對一個財團法人 是一個合適的一個 投資對象 可是說去年8月11到今年3月11 才只有4.7耶 那個 那個不是 那個是 那個是 呃 跟您報告 那個是 呃 台灣高新指數 高新100 100裡面的成分股 好 你按一下 那個 所以有7-8%左右 是 台灣ETF 對 所以鼓勵大家投 ETF 是 那某種程度也就是 我剛剛講沒錯啊 就是 某種程度就是 你看這個基金不能賠啊 你都鼓勵基金來買ETF啦 就代表 台灣的股市相對便宜嘛 呃 公司治理的成績 但是至少你不要限制他不能投 你不能限制他投 你只有 做存款 那存款報酬率又非常的低 而銀行也不願接受他的存款 你要小心喔 人家標題都不是這樣下喔 是 人家標題都是 證明中出招點兩點 喔 72個政府基金 買ETF 點火台股啊 你要小心用字 好 你剛剛提到加薪100 我們就來談加薪100 加薪100啊 是你把 前100名 加薪幅度比較大的公司列在那裡 是 變成一個 對 然後大家來買 是 可是他每年都變啊 是 今年火加薪幅度很高 明年很低 今年很低 明年很高 這個是不是應該變成動態的概念 沒有錯 啊 跟您 對不對 就是我就挑 去年度加薪 前面100的 放進來 是不是 每一年 你沒有的話你OUT 每一年不一樣 沒錯 就是這100隻 啊 對不對 對 你要不要更鼓勵一點 鼓勵一點說 我只要每年超過平均的 我都給他放進來 說不定 變成 150變成90變80 可以嗎 研究一下 是 我們來研究 因為基本上現在成文股 現在是100隻啊 那你意思是說量又增加 量增加或者減少啦 是是是 就是 就是我比如說 我比平均加薪幅度 比如說增加10% 或者增加20% 然後都放進來 你自己去精算一下 是是是 精算一下 我覺得更有意義 就是 我每次加薪 因為你這100可能 有移住之汗嘛 是 他可能101也不錯啊 102也不錯啊 109也不錯啊 對不對 所以他只要 或者是定一個%都可以 是 對不對 每年超過 你看過去平均 企業界平均加薪3% 那時候超過3%的 通給你放進來 也是很好啊 是是 對不對 我們鼓勵他嘛 是 鼓勵他照顧勞工 就換言之 我們除了修法 加薪司法之外 我們盡一切行政力量 讓 資本家賺的錢優先照顧勞工 跟委員報告 委員的建議是說 我們去調查 上市上公司的平均的 加薪的比例 對 把超過的 這個平均數的 全部公布 對啊 你如果怕太多 那你可以講嘛 比如說 加薪幅度超過平均加薪的 20% 或者30% 這跟你很接近 比如說100 很接近100 或者150 對不對 最多不要超過150 是 用這樣的方式啊 可能比這個加薪100來的好 像你貴買就沒有講數字嘛 貴買 現在是66 對66 但是他沒有講加速啊 你也不要加速啊 對不對 你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來演繹 你去研究一下 我覺得 那個讓老百姓更有feel 而且 金管位雖然你沒有管到 未上市上跪公司 可是你管發行公司也管嘛 公開發行以上 公開發行 公開發行 來這樣一招啊 是 可以嗎 來這樣一招啊 鼓勵佳心啊 可以嗎 公開發行你也管得到吧 是 有幾家 200多家 200多家 一樣納進來啊 是 把它公佈一下啊 對不對 是 好 另外一個啊 我們現在談到企業 看起來景氣也不錯啦 今年齁 對 但現在面臨一個問題喔 行政院從19號開始 要開始進一步的抗旱 作戰 要求機關 學校 要省水30% 很嚴重喔 台灣的梅雨季啊 現在幾乎變成沒有雨季啊 梅啊 一樣是梅啊 沒有的梅啊 不是梅雨的梅啊 金管會 怎麼樣呼應 怎麼樣回應 省水 還有你個人 你們 你怎麼省水 大家省水一起來 呃 這個是目前 整個台灣面臨的一個重大的一個 這個影響到企業的獲利喔 這個影響到企業的獲利喔 嗯 一個不確定的事件 所以 我利用機會呼籲 當然本身金管會 及首屬的機關 會確實執行 這麼一個政策 另外我也利用機會呼籲 所有上市上會公司 也能夠力行 決措施 來力行 這個政策 謝謝 你個人怎麼決水啊 呃 本來就很省 我們盡量 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你怎麼省啊 怎麼省喔 欸 嗯 該省的都有省啊 好吧 這聽不懂啦 你可以說我 洗澡少一次 那不行啊 洗澡少一次不可以 不可以 OK 好吧 這個省水大家一起來喔 是 中央地方個人 一起來 是 這是全國 每一個人的事情 是 不是只有政府的事情 沒錯 謝謝 好 謝謝 下位發言請 李應元 李委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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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